你 你们哪个上来 跟我一世伸手 假如现在不动 寒气必定滞留 那就等着死吧 让我来 你们都来 一起来吧 一起来 我的阴阳五毒掌 有谁能敌 你 有谁能敌 停下 前面的人闪开 闪开 你 张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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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 不要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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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王大人的阴阳武度长果然出身入化 超反脱俗 你是什么人 神僧是佛门中人 你莫非就是那个偷闯进宫 劫财猎物 杀人盗宝的江阳大盗 谭妃正事 你一个朝廷命犯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 谭妃是来报效大人的 大人 谭妃这里有可让大人宽恕的东西 把他带回府眷 杀人 童大人 请过目 正南 恭请圣上 恭请圣上 皇上驾到 吴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谢万岁 万岁 上天起誓 万岁修炼成心 本可造成仙体 只是正南方向有一股邪气 坏了万岁的仙道 请圣上御览 承上来 正南之地在哪 是指河南 河南 基语上说 是一群和尚与万岁作对 和尚 哪里来的和尚这么大胆 是少林寺的和尚 正在他们不保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奴才有可靠证据 北少林方丈胆大妄为 藏无纳垢 万岁还记得那个沙清妃 盗国宝的江原大道吗 他跟北少林有什么关系 万岁有所不知 此人现在就躲在北少林寺院之中 别说了 你去替朕拟旨 把北少林给朕封了 奴才这就去办 这些和尚 真不知天高地厚 万岁圣明 你去北少林把那个方丈抓来 朕要问他的罪 是 臣 遵旨 你看 我这些内操兵 能不能打败那些少林和尚 完全可以 哼 我要让弃少政 死无藏臣之地 大人 我们要打北少林 总该有个名目 莫须之有 是 师父 谭妃出败了我们 外面有大队的官兵来围攻我们少林来了 聂障 谭前 你马上命令武僧谨守门户 是 师父 通大宝来得正好 下令打吧 你们听着 没我的话 谁也不许动武 快退 来 谭前 在 你带谭智和三角赶快走 师父 师父让徒弟逃跑 糊涂 这哪里是让你们逃走 这是让你等不惜性命 保护忠良之后 这是众僧的一大功德 师父 弟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我绝不离开北少林 绝不离开师父 我以寺院共存亡 我以寺院共存亡 迦兰可毁 佛跑不灭 一个寺庙可以毁了 可洪大无边的佛法 永远不会泯灭 明白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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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元昭师弟首败 明晨同大宝险害忠良 脚趾毁伺 至义无力两全 将气少政以性命相托 为兄致意所主 且且 贪之 这是洪大宝勾结倭寇 为非作歹的罪证 他关系这多少忠臣的性命啊 只要你活着 一定要保护好他 你活着 师父放心 痰痣在 血书在 给我哄 哄 方丈 师父 他们已经攻破大门了 师父 少林司 以弘扬佛法匡复正义为主 的精神 少林 寺院可毁 僧众可杀 但少林的精神不灭 只依今日能成正果 弟子们切不可悲伤 师父 就让弟子 跟您一起成就大善吧 你一定要去南少林 见元昭师父 千万不要辜负 卫士的重团 师父 只有将北腿和南拳的拳法 先融合 才能够对付 红大宝的五都一阳长 只有杀了红大宝 才能够重振北少林 明白了吧 师父 他们进宫了 师父 看前 弟子在 你和谭天谭人 几个师兄弟 拼着性命 也要把谭智和三角 平安送走 师父 他有个人 他就要看看 你也要把谭智和三角 人是否应该 准备 剪到 都会变成 出品